現在消費者在買車的時候真的很聰明 我除了要買到配備要很豐富之外 我還要選擇CP值要高 但如果你真的把車輛的選項 安全是擺在第一的話 我們就來看看安全的自由聲 VOL的XC60 小鐘那我們來看看 今天我們棚內的是二四年式 而且是屬於比較新的車型 就是XC60的B5的PLUS對不對 那他到底PLUS在哪 也是剛剛像阿克講的嗎 就是說他有很多比較物操所值的 一些套件放上去 對 二四年式的XC60的話 之前有提供B4的動力 那今天是把B4把它取消掉 我們入門一開始可以選的 就是說是這個B5的動力 OK 那我們把車名冠上的PLUS 就代表是把這個PLUS配可的套件 納入他的標配裡面 價格八萬一千九 那在這些套件裡面 很多的重點都是在內裝的配備 那我覺得這等一下可以再來介紹 那回到動力 我剛剛提到我們取消了入門的B4 從B5開始 那他一樣是2.0升涡人的引擎 加上是巴皮的微油電 那馬力有250匹 那扭力的話是35.7公斤米 在1800轉就可以全部的釋放 轉速非常低 然後可以一路延續到4800轉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1800 1800轉就給你全部的扭力 大概你綠燈一起步的時候 這個35.7公斤米扭力 就全部給你了 然後可以一路到4800轉 也就是說基本上 在你多數的這個使用狀況之下 在你多數的引擎轉速之下 這扭力永遠是 就是源源不絕的一直提供給你 對 這好處什麼 譬如說像我要超車的時候 是不是這個部分就有他的優勢 沒錯 其實大家會想 以前可能有一段時間 比較推崇柴油引擎 柴油引擎 好處是什麼 扭力大 那你可能爬山也好 或超車也好 看起來特別的輕鬆 可是現在汽油引擎的科技 越來越進步 那也代表現在汽油引擎 扭力可以很早就給你 也就是說我一樣可以提供你 很好的加速力道 然後很好的這個加速的反應 讓你開起來不會覺得 我要超車 有些你有開過那種動力 相對真的比較弱小的車 那超車你要抓時間差 你知道嗎 這個可能要抓時間 提早全油門下去 如果太晚全油門的話 你有可能超不過去 那這東西當然不是說 我們要飆車幹嘛 這有時候是跟安全有關 對 沒錯 因為有時候我真的要超車 他太慢了 不過他已經浪開來 靠一邊讓我超 可是我超不過 那真的是很尷尬一件事情 所以現在新的汽油引擎的話 真的扭力的部分是越來越低 然後可以讓你很大的 一個平原式的輸出 是很好的一個所謂的 新的科技的出來 再加上它有48B的停油店 可以另外提供你11.7匹的馬力 那不管再動力 又再加分一些 那對於燃油性 一定也有正面的幫助 節能性也加分了不少 對 沒錯 那當然外觀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 就是我們一直很熟悉的 這種很家庭化 很斯文的Volvo的風格 那剛好提到載車Plus B5 就把它的這個 Plus Pack的套件列為它標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內裝部分 其實這東西 就算它不是列為標配 我覺得如果你買車一定要選 因為這個太值得 太豪華也太實用 我們有時候買車的配備 選配的項目很多 都要選什麼 其實就選你平常開車最會用到的 那個存在感才會強一些 所以你說Plus Pack裡面有什麼 第一個音響 這很重要 我開了一台豪華的歐系的SUV 我的隔音 我的行路品一定很好 這時候如果配一個很普通音響 你覺得少了什麼嗎 可是當我把這個Harmacart的音響 包含重地音都列為標配的時候 事實上我開車的時候 塞車的時候也是一種享受 對 移動過程 全家人的耳朵都享受到了 對 沒錯 那當然他也把這個HUD列為標配 那這個使用性大家應該很清楚 就不多說了 那另外有360環境 這是非常非常實用的 太實用了 這一定要 我第一個要選 如果真的沒有我第一個要選 一定是360環境 對 這也是所謂你基本上每一次開車 一定會很頻繁的用到 所以你說他在Plus Pack裡面也有360度環境 有 沒錯 也就是有上帝的視角 360度的環顧 我們一般消費者都叫他上帝視角 對 然後另外他強調他車頭的這個鏡頭 廣度叫180度 我除了看前 但前面車頭通通常的鏡頭一定是廣角的 但強調他的角度是很大的 就代表我大到我可以可能連兩側 左右兩側的這個視角看得很清楚 所以畢竟說真的啦 中型SUV這個體型還是跟小型車不太一樣 還是比較大一點 那如果我真的可以更明確掌握四周路況的話 真的開起來開車起來會比較輕鬆 真的耶 你看他好還要更好 你說那180度那個大廣角啊 可能有一些車型他並沒有到 說真的是9到180度對不對 這個真的很棒耶 對 然後另外Plus Pack還包含什麼 我覺得非常實用 這個電腦座椅本來就有 但是多了四項腰靠 大家記得四項腰靠 通常是兩項喔 為我們四項呢 因為其實有時候腰靠就是 我要不然就頂起來 要不然就收進去 就兩項而已 就是往前往後 但是他可以把這個腰靠部分 往上或往下去調整 等於說這個椅面的部分 這腰靠這一整塊都是可以調整 因為每個人身高不一樣 每個人腰痠背痛的情況也不一樣 有沒有腰也是有差別 就是你要調整到你視界的位置 像我之前有試過有些車 我覺得我坐起來好舒服 因為他就像你講 只有兩個那個腰靠 可是一般的情況底下呢 即使你收回來了 對於很多男生說 哎呦那個腰這樣頂在那裡很不舒服 對不對 那可是如果我可以稍微再調一下 也許那個位置往上一點點 哎你們就覺得很棒了 對沒錯 那他這個四箱腰靠 是不僅駕駛座 副手座也有 這個就是我連老婆 好公平喔 對連老婆都有照顧到 那另外原本就有機器功能 駕駛座原本有機器功能 可是在PlusPack裡面 也把副手座的機器功能把它加進去 那這讓我連 這個我蠻有感覺 因為我蠻遲 因為我現在我兒子是國中生 那他身上已經夠了 可以坐在前座 那有時候前座 我旁邊有時候是小朋友做 我兒子做 有時候是我老婆做 所以他們坐姿一定不一樣 沒錯 然後一直在那邊調調調調調 調來調去 因為我在開車去看兩個人 一直在那邊調輪流調 你知道嗎 可是這時候如果他有兩組機的話 各設定一組 對 就非常非常非常OK 所以我就這東西也是 當我已經入手 200萬以上的高級的SUV的時候 很多的配備 他必須要更豐富 更滿足我們日常使用的需求 我想Volvo應該是 因為你看X60已經販售 有滿長一段時間 他一定聽到消費者反饋的聲音 而且大部分會買Volvo的休旅車 表示他們一定是全家人使用 不會說我一個人開 然後我買了X60 對 沒錯 所以他就把很實用的配備 就下放了 對 那剛剛提到我們買Volvo 基本上都是為了全家去考量 他一個重點配備 我覺得他很熟悉 可是每一次見到Volvo 就一定要提 就是他後座一個功能 就是剛剛阿柯有提到 就是這種收復式的這個 其實我把他稱為增高店 因為他 你說他是安全座椅 其實也不是 但因為大家應該都知道 其實小朋友還小的時候 做的這個完整型的安全座椅 可是當他增高開始高到一定的程度 可是又沒高到可以完全做到前座的時候 他還是需要一個增高店 那大家應該都有經驗 有用過增高店那種簡易型的 他是做在小朋友屁股下面 然後再藉由安全帶一起綁起來 你怎麼看我都覺得那個增高店 就是會滑動的可能性 你知道嗎 是 而且還比較薄一點點的感覺 對 沒錯 然後另外又是 當我小朋友在長大之後 那個增高店 你不知道怎麼辦 那增高店現在我兒子國中 還放在我車子後面 他永遠就放在那邊 你覺得這東西我用不到 可是到底 丟了又可惜 對 可是最後就放在那邊深灰塵 可是當我現在有內建式的時候 他很方便 我現在小朋友身高有一定的高度 我只要做這個所謂增高店的時候 我要坐上去 幫你安全帶 他跟這個後座椅是一體的 那當我小朋友再長大一點 沒關係 他這用不到之後 就收回來 對 就完整收回來 你用不到沒關係 他就完全不影響 你後座一個實用的功能 所以這也是我覺得Vobo 一直以來 讓人家覺得非常非常貼心 非常非常實用的 很奇怪 別的品牌 沒有想到 對 因為你知道嗎 我那天看到一個報導 他就說Vobo研發那個 關於兒童部分 兒童的這個座椅 他們已經超過50年的歷史 就是說他一直不斷的緊緊 不斷的在緊緊 要想方設法 不只是成人的保護更好 連兒童的保護 他們都要做到滴水不漏 對 所以我覺得這東西真的是 當你想要買一台車 給全家使用 有小朋友 然後有老婆的時候 這等於他前後座 都有顧慮到全家人使用的需求 對 這個超重要的 對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車尾 所以當然Vobo一直來 就是韋登沙的一個外觀最大特色 大家覺得辨識度好高 辨識度這個詞 那就是我所謂的認識Vobo這件事情 但事實上 你看他尾燈連續到上面 他的好處 這跟安全有關 你想我們今天比較後面的大車 他可以比較遠 就看到你這台車的一個狀況 辨識度是讓後面的後面的車子去看到 讓後面的厚厚的車可以判位 說我前前車的位置到底在哪裡 對 這有點自我保護之類的那種概念 就是我不是單純給我後車看 我希望能讓更後面的車子知道 前面有我的存在 其實這件事情我覺得 我再舉個例子 你看大家網友們 觀眾們可能比較有些感覺 有些車子 他會把方向燈設定在 設定在很下面的位置 有一些車看不到 他真的看不到 不要說後後車 我連前面的車子 我都不一定看到前面打的方向燈 所以我只是舉個例子 想表達就是尾燈的 燈距的高梯的位置這件事情 真的對安全性 後車的判斷度 真的是有影響的 小細節 不是為了漂亮而已 對 沒錯 好 我們來看看新型箱容器 因為是家庭用的SUV 對 標語容器裡面有483公升 非常非常方正 你看這483公升 我覺得超過500 要這樣目測吧 看起來是覺得很大 對 所以這也是有 跟之前有大家分享 就是數字歸數字 還是得實際打開來看 然後實際擺放 對 然後完整度 應該是方正的程度 我一直很強調這件事 因為有時候有些車 它後面的後輪拱 真的會很吃到新型箱的容器 沒錯 那就影響到你放東西的便利性 好不好放這件事情 那溫泉沒問題 很方正的一個空間 然後另外它傾倒之後 它六次分離傾倒之後 可以超過140公升 所以你看配備有 空間也有 然後使用性也有 連尾燈的安全性都被你顧慮到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是預算在200萬 200多一點萬的這個價格裡面 想買來歐系列中型的SUV的話 除了雙B之外 SC60在現在真的很值得大家看一下 來考慮一下 因為每個品牌 都有它自己的 給消費者的一個既定印象 就像為什麼我們會說 Vovo的車款 它是馬路上移動的安全堡壘呢 它到底安全在哪裡 為什麼又叫瑞典坦克呢 現在大家都需要的這種AIDAS 也就是智能的這種安全的輔助系統 我們就來看看Vovo 是做到了什麼樣的程度 來保護它的車主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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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